中国拼半导体制程技术突破 不过外媒报道传出美国当局已经向中国警告 最快在10月就会更新中国AI晶片和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 防堵先前禁令的漏洞 中国半导体业者再度绷紧神经 总部位在深圳的墨西英发展AI领域的晶片 创立短短几年就开发S100和S300 推论计算卡都搭载墨西的英腾处理器 成为全球首款高达32倍吸收率的AI计算晶片 墨西的CEO王维曾在英特尔和高通总部任职 甚至创始团队许多都来自孕育顶尖科技人才的 美国卡内基美龙大学 而墨西的英文名还是取自矽谷校区的地名 刚从上海两岸智库论坛回台的专家坦言 许多中企都试图避踩美国禁令红线 美中站也打乱全球的供应链 供应链纷纷转移到东南亚 包括泰国越南印度等半导体设备台厂也得弹性以对 美中两强对峙 美国持续对中国下重手 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板图变动 中气只能夹缝求生 三立新闻林书贤理文科综合报道